这下就是敲告你了 OPPO叫你去敲螃蟹咯 听讲它的屏幕特别硬啊 我是有听说过啦 这个叫OPPO A60的 听讲不用一千块屏幕可以敲螃蟹 我也不信啊 so 我们去吃海鲜 走 so 我们就带着OPPO A60来到海拔王这边 买两只螃蟹 叫它炒一个干箱 然后再用这个拍一拍两下 看它的钳子位置会没有 有大螃蟹L size的 我应该是拿一个SSL size 两只螃蟹218SSL几大只哦 哇 哇 SSL size大概这样子 你看它的钳子很大哦 等下就是敲告你了 没有人服务我了 走啊 先走了 走啊 哎哎哎哎哎 你要 啊 我要 你要煮辣椒吗 我要煮辣椒吗 啊 辣椒是我们的胶态 现在最大的就是SSL啦 现在我们有一个Pick Crab 一个Pick Crab是以法优取是一只的 哦 Pick Crab是比这个还大的啊 对 是一只大概四半一只 哇 大很多耶 哇 这个大哦 哇 这个一流耶 比你脸都大啊 哎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样就拿两只了 你靠近你的脸这样 真的哦 大哦 比你脸大啊 哇 然后也可以 这样这个有两只 来 先菜 辣椒螃蟹 这里的招牌菜 哇塞 这个味道真的很香 我发现一个东西不对劲 这个就好啊 咬回去 没有用 不要啊 以防万一耶 等一下真的 翻车怎么办 我还是很担心的 虽然说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防暴瓶 可是 它的价格才699 我有一点不肯定你懂吗 一个700块的手机屏幕 真的这样硬呢 绝对不可能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用这个OPPO A60 赶赶跟它挖下去 看这个螃蟹吹 还是手机吹 没有爆啊 没没啊 问题是 螃蟹开不了啦 打我笨蛋 哇 终于爆了 终于爆了 这个699块的手机可以耶 没有爆了 好像都这样烘耶 直接碎碎了 啊 碎碎了 等一下 哇 辣椒起立块 嗯 哇 我看你吞口水一下 哈哈哈哈 首先再来第二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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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块的手机啊 屏幕这样硬啊 真的是很给力的乖 然后这个手机呢 你也可以轻轻的过水一下哈 它是防溅水 而且在有水的情况下是不是 它还可以touch screen的叻 一般上你是很难touch screen的 如果是有水的情况下 然后手试试也不担心 一样能touch screen 再来有一个场景呢 就是你们是驾摩托 然后去新加坡做工啊是不是 然后遇到下雨又不能touch screen哦是不是 啊 然后这个手机哈 它是有这个Water Splash 手机试试的情况下哈 你看试试的 你还是可以touch screen看地图 就是在雨中有水有见水 或者隔壁车轮过那个水泊上来的情况下 你的手机依旧可以touch screen了 当然刚刚的示范只不过是示范啊 并不代表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乱炸乱震水哈 因为这台手机呢 是这支IP54 防溅水 不是防水手机啊 你不要不断断把这台手机放去你的鱼缸 陪你的鱼游泳哈 各天你就看不到它了啊 I am under the water Please help me 这一屏幕的硬度刚刚测试很幸运的 没有问题 不过根据不同的场合呢 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呢 so 劝请各位请勿模仿 身为一台入门款手机呢 它里面是配备了Snapdragon 680的处理器 毕竟它也是主打一个中低端手机 它的硬件配置呢 是属于比较中规中矩 主要的主打的就是刚刚所说的 啊不过呢 在它的电池呢 诶是很够力一下的 看它机身包包这样子 又看去fancy fancy 波浪沙尘包 上面还铺满一大堆金粉 bling bling的造型 立边边框 平面屏幕 背盖也是一样 像薄的情况下 它里面还有5000毫安电容量啊 拿来看戏可以持续接近15个钟 拿来play music的话都可以播上一整天 电量要玩的时候 充电又很快一下 毕竟这个ranking啊 通常就是给你一个SepaWord 已经很够力了 这个upgrade to 45W charge给你 同时还给你双扬声器 拿来看戏最具影响呢 是给你一个不错的音质体验 目前在大马 它就有两个配置了 8加128跟8加256 落地价为699跟799 一台700块的手机竟然可以硬到那么变态啊 拿来炸螃蟹都不带问题的 可以说是OPPO在工艺上非常的用心 如果你对这台手机呢 非常感兴趣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去你附近的各大OPPO旗舰店 去摸摸看看一下 是否杰哥讲的 那么的硬 就这样子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